夜遇女鬼 夜已经很深了 一位出射司机决定再拉一位乘客就回家了 可是路上已经没有多少人了 司机没有目的地开着 发现前面一个白影晃动 在下那招手 本来凝硬的夜一下子有了人 反倒倒死了 而且这样的情况不得不让人想起了一种 人人不想想起的东西 那就是鬼 可最后司机还是决定就拉他了 那个女人上了车 用奇惨而撒着声音说 请等我当场 司机急定打了一个寒赞 难道他就是 他不能再往下想了 也不敢再往下想了 他很后悔 但现在只有尽快地把他送到 那女人面目清秀 一脸惨白 一路无话 两人蘑菇松人 司机真无法继续开下 女人要去的地方 很近的时候 他找了个借口 结结巴巴地说 小姐 真不好意思 前面不好叫头 你自己走过去吧 已经很近了 那女人点点头 问 那么多少钱 司机赶紧说 算了 算了 你一个女人这么难 来这里也不容易 算了 那怎么好意思 就这样 就这样吧 司机简直了 那我们也好不过 我谢谢了 说完 打开了车门 司机转过身又发动车 可是没有特照 车门上的声音 于是回过了头 那女人怎么那么快就没了 他看了看后座 没有 车的前边 左边 右边 后面都没有 难道他就这样消失了 司机的好奇心 那他 就是要弄个明白 后来 他下了车 来到了没有关上的车门旁 那个女人难道就这么快的走掉了 还是他就是一个女鬼 他要崩溃了 刚要离开这里 一只雪玲的手拍到她的肩膀 他回过头 那女人满脸是觉得站在她的面前开口说话了 师傅 请你下次听这个时候 不要停在扣的旁边 我掉够里去了 谢谢啊 我叫不死她